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存在电视剧中的 没想到真的有一天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才真正的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 肖战就是能够拥有这样大的魅力 让所有的人会在慢慢喜欢上他之后去了解他 去发现他身上所有的魅力 被他的人品 被他的三观所深深的吸引和折服 而大多数粉丝们更是爱屋及乌 和他有关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特别 把他的所有的偏爱都衍生联系到和他有关的一切 身上他爱的美食 他的口味 他爱的宠物 甚至他的家乡 重庆是一个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城市 更因为肖战这个名字 而让更多的人充满了向往和憧憬 提起重庆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便是他当地的美食 美名于全国各地的重庆小面 是大家相当熟悉的 因为一碗重庆小面和肖战 结下不解之缘 当初去重庆游玩的时候 就品尝了当地的特色 其中就有重庆小面 但是那时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肖战 后来慢慢越来越喜欢他 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却始终没有能够再次重游重庆 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在未来也会再次弥补回来 很多人会因为肖战而喜欢上重庆美食 其中 重庆小面尤为特别 俊欣自己也囤了很多 而且在吃的时候 就很喜欢把煎蛋放在一起 然后多放一些醋 想想就觉得美味 让我们想想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肖战的呢 大概是在某一天 忽然发觉 这世上所有温柔的事 都让我想起他 今日讨论话题 你会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吗 你会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一个美食吗 肖战 请不明